欢迎来到《新来讲电影》 今集有点不同 我不是完全讲某一部电影 或者某一部分的电影 今天我请到一位博士 心理学博士,陈祖辉先生 陈祖辉博士我认识了很多年 他就是一本书《三型人》的作者 是一个心理学博士 也是网台节目《心灵辉汤》的主持 以前我和陈博士做节目的时候 通常都讲什么型格的人 或者性格是决定命运 为什么今天这个电影节目 又会找到陈博士来到呢? 原来是这样的 故事就是 陈博士现在旅居英国 但是其实他之前就是住在洛杉矶 就是我教会的好弟兄 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陈博士未做陈博士之前 也试过贪玩过的 就是贪得意 我们住在洛杉矶 荷里活 这里我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常常都有很多机会 去试镜 去做一些audition 或者去参加那些model 或者甚至有时间有空想去片场 看看别人拍戏也有 甚至自己新历其境去做了 但是林记也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博士在大概18年前左右 18年前左右 曾经有一个机会 跟刚刚已故的一个资深演员曾刚 就在洛杉矶 就是洛杉矶 旁边Vanchula County 一个片场 同场里面就是 不是交过手 但是同场里面真的一起拍过电影 那时候也是一个小经历 当年那一套是什么电影呢? 就是2005年在洛杉矶 就是2005年上画 但是大概是2003到2004年 在洛杉矶开拍的一套电影 荷里活电影 就是Memore of Geisha 张子怡主演的《艺技回忆录》 当年这一套电影 就有张子怡 三大 就是三大烫手可热的华籍女星 所谓烫手可热的意思就是 在荷里活烫手可热 那三大就是张子怡 杨矶 杨矶 和龚厉 这样的 当年曾刚也在这套电影里面 就做了一个将军的角色 好像是将军的角色 而当年18年前曾刚大概 应该是68、69岁左右 而陈博士当年应该是做一个士兵的角色 这样 未交过波给陈博士之前 我就想说一说曾刚 就是小小的 小小在荷里活 或者在美国这儿 或者未必是有很多人知道 的小小资料 曾刚拍过很多港产片 拍过很多剧集 亚视、无线、街市 这些很多 通常都是反派的角色 或者是个性格演员 这个就不尽说了 但是他有几套 电影的确是参与荷里活的制作 只有几套 都是徘徊在千禧年前后左右 第一套就是法哥 进军荷里活的第一套 第二套 应该就是《成龙》那套 《Rush Hour》第二集 《尖锋时刻2》 接着就有 007的《Die and Other Day》 也是2002年的 中间那段时间 也有他参与上映电影 但是未必是荷里活制作 包括《成龙》的《超级警察》 因为当年《成龙》红了之后 荷里活就买了很多 当年家和的港产片 在美国全国公映 飘房也不错 其中一套就是《超级警察》 也是《楊子瓊》和《成龙》 荷里活的制作应该 《毅记回忆》差不多是最后 2003、2004年 到2005年上画 应该就是他 荷里活电影里面 最后的参与 我想他当年那一段时间 都应该是住在美国加州 之后可能回到香港 或者去了大陆拍戏 曾光本身 未做演员之前 其实他是一个建筑师 他在美国柏克来 加州的柏克来大学建筑系毕业 香港也是在华人中学毕业的 这个是他的鲜为人知的生平 说到这里 我就把波交给陈博士 陈博士 整个时光机到大 18年前 大概这个时候 在荷里活拍《毅记回忆录》的时候 你见过曾光也和他聊过 在不用on set 不用埋位拍戏的时候 你的感觉他是一个什么人 他通常 现在看一些报道 说他是一个挺暴躁的人 平时就是 但是他英文好就肯定是的 因为他在美国读书 所以才有这么多西片 找他去拍 那么 交个波给你 他是一个什么人 和他大概你看到 他的性格分析是怎么样的 基于你的三型人里面的 心理 或者人格分析 交个波给你 陈博士 好啊 那就是很有趣的 那一次就是 可能我是转工之前 有朋友说 你做不做extra 就是去拍戏 我又有空 我跟了他去 我也不知道 原来是这一套戏 也挺特别的 很多大明星 在休息的时候 曾光坐在我旁边 所以我看到 当然是跟他打个招呼 我那时候做的角色 是一个日本的平民 平民 是 一个平民 你那时候我看到 你剪了头发 就是片场 帮你免费剪头发 你剪到平民的妆 是的 你知道那些日本人的妆 是怎么样 要梳到很厚 我弄得好像 几乎是光头 你牺牲了你的发型 为了那部电影 哈哈 不是 但是他梳而已 至少我不用 我要剪短 哦 他梳到这样 但是不准我戴眼镜 所以挺可憐 不准戴眼镜 来做那部电影 但是 这样就是跟他 只是可能是 短短10分钟的经历 所以我不能够认识他很多 因为大家都在休息 他坐在我旁边 我跟他谈 曾光先生 我很喜欢看你 自小看你演戏的 因为我们在拍这部 是《艺记回忆录》 又讲起日本的历史 或者我问他的问题 问得对 他又有兴趣回答我 我记得好像是说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 你居然问这么严肃的问题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拍呢 会再有另外一个电影 是说关于这个呢 他就好像 答我说 可能又要等下 有没有一个好的剧本 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大概是说这些东西 他都对我好 我是一个小人物 他没有什么价值 他都跟我聊天 让我感觉到他都挺友善 挺随和 短短时间聊一下 就是这样的小小的经历 那你那时候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的态度没有什么 很自然的 就是当你朋友 就照谈 就是他 你不会 他不认识 他完全不认识 他完全不认识 你想想 他完全不认识 你无端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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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和他聊天 他都没有问题 他就知道 大家都在这儿拍戏 就是 那些 他的角色 当然是特别重要一点 是吧? 大家在休息 就坐在一起 或者在附近 这么巧我就坐在他旁边 那就可以聊聊天而已 是 那才有少少的经历 但是当然 我是成长在六十年代 从小都看他演戏的 是吧? 是 看他演戏 又看电视剧 接着又最近那些戏 我想大家 很多人会有个印象 第一 这个 曾江先生是一个很少有的 演戏的人 而他是很 高学历的 在那个年代 来到美国留学 是吧? 是吧? 是吧 你也知道他UC Berkley 都不容易进入的 UC Berkley 应该是全球十大的学股 是吧? 他能够 读这么好的书 他又说 好像初头他去德州 读中学的时候 就说考第一的 就是 证明这个人 是很有头脑的 IQ 是非常好的 一个聪明 有学识 有学问 或者当时 是很少有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看他 所有访问 他说话 或者什么 他都是非常自信的 是 可能被人的形象 就是自信高度 有些人觉得他好像 有些傲气 好像我们说 很酷 不是随便的人 会不会和他参与的演出角色有关 影射 投射 到他的性格 是 这个可以一会儿 你会看到答案 所以被人看到 他是有学识 聪明 另外就是 他很有自信 你看他说话 表达 从来不含糊 很自信 被人觉得他好像 大合 就是很 高度的自信 有时候人家觉得他有点骄傲 这个是两个的 general impression 很多人看他 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想试一下 因为以前我在这个节目 都说过 是分析他的型格 或者你叫他的 personality 性格 我就很喜欢 用三型的性格 来分析 是最简单 亦都是有根有基的 听觉 视觉 感觉 是的 是的 我从这三个角度 去推断 他是什么型格 当然 我要看很多视频 访问 他自己怎样说话 或者看一些文章 说关于他 我才能得到这些资讯 因为我不是他的朋友 不认识他的 是 好了 三型人的意思就是 视觉型 就是 主要用眼睛去接触这个世界 我看到不干净 我就要去抹 要去掃 我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我就毫不犹豫 立刻去睡觉去帮助他 我是要求很完美的 九十分不行 我要一百分 拿到A加我才可以 这个是视觉型 OK 视听感 第二 听觉 听觉就是 纯粹是用理性逻辑 思考分析去接触这个世界 所以 如果你跟这些人说话 你说很久都在游花圆 他很辛苦 他没有兴趣跟你说 他可能会问 What's your point? 究竟你想带什么点? 带出什么重点? 因为这个是很理性逻辑分析的人 这个是听觉型 第三就是感觉型 所谓很感性的 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哭 很容易哭 又哭 情绪低落 很容易悲天吻人 就是很感性的 你一听的时候 感觉型和听觉型 刚刚是相反 刚刚相反 好了 在这三个型格里面 究竟曾刚先生是什么型格? 我有答案 你想现在知道 还是想阿珊尼 你猜他是什么型格? 你自己 我猜他 一定就不会是感觉型 因为真的不像 他说话一就一就二就二 那些就不是感觉型 相反就比较像听觉型 即是你说话就要倒题 一就一就二 不要浪费时间 他像是那种人 我感觉上 Sunny你学到东西 她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 你说了我的答案 是吗? 我是很相信 八份八 我相信他是属于听觉型 在演艺界很特别的 你懂得演戏 七情六欲 表达出来 做戏很好的人 多数是视觉型 和感觉型 是的 你曾经说过张国荣 那些都是感觉型的 很感性的 是的 梅艳芳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梅艳芳 所以呢 那些表情 苦情戏 很感情内心 这些人是很适合做的 所以呢 你会发觉 大部分演戏的人 要么是视觉 要么是感觉的 就很少有听觉的 所以呢 曾刚先生是少有听觉型的 演戏的人 当然也都可以是名利相收 大家很熟悉他 就是他是少有的 那你就 如果我 你说问 在娱乐圈 有没有什么 是听觉型的人 就很快 我立刻说三个名字 但以后如果你说 想要我说一下为什么的时候 有机会 嗯 如果演戏的人 阿聂 陈伯祥 不是陈伯祥 而是陈伯祥 阿聂 譚明伦 也是 譚明伦 也演戏 他演戏 他演戏 假如我是真的 是不是 演戏很多戏 陈伯祥 是听过型 是少有 听过型 如果你说 在唱歌 歌艺界 又是听过型的 李克勤 李克勤 所以李克勤和谭明伦 是很相互的 两个都是相互相互相互 OK 这是题外话 OK 那 视听感 VAK 停一停 听过型是善于理财 是啊 是啊 也都说了 应该剩下很多 很多 很多身家 是啊 就是他不会是 因为他懂得理财 他应该是会 就是好像曾刚在一次访问说 就是 总之我要 我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但是如果要有钱用 我就有 嗯 那就不需要太担心 所以呢 女士们 如果你嫁给一个听过型的人 你也挺放心的 也挺安全的 不会说三更穷 五更富 那些 是 也很安全的 是 好了 大家知道什么叫视听感型格 好了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就从几个角度去看 三个 第一就是 在VAK的说法就是 我们要观察他的眼珠的移动 眼珠的移动 为什么他有这个结论出来呢? 就是 是一个很出名的家庭的辅导员 他辅导很多很多人 无数 几百几千 他就是观察他们的身体的语言 在他的眼睛那里 他就落出这个结论 就是 如果视觉型的人 当他谈话 或者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 他的眼珠是放在上面的 看上上面的 看上上面 我们各个型格的人 都会看上上面的 其实是在想着 如果你问我 在想着 我要记得一些东西 要记得一些东西 你要留意一下 当然会 好像向上、向右 如果你要我去制作一些东西 就是说 你问我 Peter 如果你80岁的时候 你猜你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 你制作一个形象 也都是向上 可能是向左 就是 无论你记忆 或者去想象一些东西 你的眼珠都会向上的 OK 但是视觉型的人 很多时候 你跟他说话 或者叫他想什么都好 他都会倾向向上的 好了 听觉型又怎么样呢? 很有趣 听觉型跟你说话 他不会经常要看着你的 因为他要想象 他一想象的时候 他的眼珠就打横向的 就是向左向右 就是他就好像一个方向那样 那些风在哪里吹来 那些声音在哪里来 就是他的 Build up the physiology 他的生理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眼珠会向左向右 如果你说 有些什么很出名 或者在电视上 我们经常见到的人 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你留意一下 有几个很明显的 香港的政治人物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 热牛淑义 你看他说话 或者别人问他的时候 他的眼珠不停是打横 这样的 黄毓民也是 暂时举几个例子 其实我们现在的特首都是 都是清独型的人 所以他的眼珠是要这样的 好了 到感觉型的人是怎样的呢? 眼珠你会发觉 很多时候他会向右 向下方的 尤其是 譬如你问他 911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或者你感觉如何 他就向右 好像心情沉了下去 真的不太好 真的很不开心 看到那个情况下 很多时候 他就会去他的情感 那方面去思考 他的眼睛就会向下方 所以第一 就是用眼睛的转动 眼球的转动 给我们一个线索 好了 曾刚呢 我看了他这么多视频 你跟他谈谈那十分钟呢? 你跟他谈谈那十分钟 他的眼睛是怎样的? 那时候我还未认识 哦 我不认识 那时候还未读博士 陈锡士 那时候 我还未写三名人 还未很熟 畢竟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是的 我什么都未认识 我只是 从直觉观去分析人的性格 那我就没有基础的 OK 那曾刚先生呢 你发觉我看了这么多 他很多时候 他不需要看着你的 但是他的眼睛是否左右左右 这样打横移动呢? 他又不是很明显的 也不是很明显 那我们说 糟了 那如果眼睛移动 不是这么明显 那我不敢下定了 好了 那你就去到第二个角度了 除了我们观察过眼睛的 眼球的移动 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从他常惯用的语言 常惯用的语言 感觉型的人 如果你和他多谈点 你会发觉 他经常用一些字眼 就说感受 我感受到很不开心 我感受到很大压力的 就是感受 你要看到 他有一些字眼 在他这个型格里面 常常用的 听过型的人 一定不会感受 很闷 或者感受 什么什么什么 听过型的人 可能他用的字眼 很出名的 就是 What's your point? 你的重点 说重点 你说这么久 究竟你想带出什么 这个就是他们用的语言 那视觉型的语言 他用的就是说 哎呀我看不到那幅画 我看不到我跟你一起结婚 未来五年 我们是怎么样的 或者我看不到 我跟你移民去美国 行不行的 我们的生活 搞不搞得行 我没有安全感 我看不到 你听他 他经常用 I cannot see I cannot visualize 我看不到 这个就是三个型格独特的语言 OK 那 Sunny 我想你看很多视频 关于 曾光的访问 什么呢? 你看不到他 用很多感受性的说话 没有的 很理性的 就是 开始的时候你已经说了 一是一 二是二 这样看就是这样看 他不会转弯抹角 up to the point 很理性的逻辑 来跟你说话 所以在语言方面 已经给我们有个信心 肯定一点 第三方面就是他的行为 你要观察他的一些惯性 肯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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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下判断 譬如我说个例子 为什么呢? 有一个他是听过刑的人 但是呢 有一次呢 你跟他说 他突然间 好像很感性地在哭 那我们可能说 哎! 还不是听过刑的人? 不是了 后来我发觉 其实他只是在某个时间 某件事 bring up 了出来 他就会有一点 emotional 但是其他时间 大部分 consistent的 他都是很理性 逻辑思考的 所以你就要看 他一贯的 行为的表征 才可以下到一个定论 嗯 OK 那我说了曾光先生的眼球 和他的语言 那如果我的行为 行为那里呢 我可以有几方面 可以说一说的 那我说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想问 或者是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因为你说的 我 啊 是全 认同的 是啊 因为我 我心目中曾光 都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啊 好了 我们看一下 他行为表征 那我就 看看他拍戏 有很多人说 他拍戏很好 做戏很好 但是你要留不留意呢 他做很多角色 无论是律师 大奸大恶的人 他都是要做到 那些角色 是要很用脑的 嗯 你做坏人 你都要很用脑 很有心计 好有 好有 暗藏杀姬 有继谋的 一个的坏人 深藏不露 你看看 以前粤语片 做坏人 最出名的是谁 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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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坚呢 他跟你一两句不对 他就立刻打了 立刻打架 他就不会说 好像曾光在那些奸国里面 做奸人都要吃老的 所以呢 我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在美国上了一套 港产片叫做《边缘行者》 那套戏基本上里面 就是炒集了 類似韩箭 無奸道 英雄本色 黑社会 几套炒在一起 但是说到最后 其实幕后 玩家 就是所谓的King Maker 援弄了政治部 警察部 商人 和黑社会 背后幕后大玩家 就是曾光的角色做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吃老的 做王者 可以这么说 他就是做这个角色 是的 所以说 他做坏人 他也是要做吃老的 而且他不是什么戏都要拍的 他要是適正他的个性 他才能拍 你有没有看过他好像拍那些 哭苦哭忽婆婆妈妈的戏 好像张活游 任劍辉 或者他不适合 没有人找他拍这种 是 他根本不适合 最初的时候 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因为他做建筑 好像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人欣赏 或者没有什么贡献 自己的妹妹也是演艺圈 他说有人看 他的样子挺英俊 挺好 不如来拍戏 他拍了两年之后 就不拍了 因为他觉得他也不太适合拍戏 所以曾刚其实不是好像一些演戏人 是天生是演戏的天才 所以他拍了两年之后 没有拍戏 但后来又开始了 当然他也要落很多心 来功夫 慢慢慢慢揣摩角色 就越来越做得越好 所以说曾刚先生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天生 就已经是很演戏的 什么角色都做得到 都会令人觉得 哇,真是好东西 这个人 做苦情戏也可以 做奸角做什么都可以 即是他都要自己锻炼的 是 他要下功夫 后天的磨练 是 他有后天的磨练 但是他 因为他是理性去分析 他不怕的 不怕烂 只要你的剧本好 或者是角色好 我揣摩 我就去做那个 所以你看 他拍戏 他的电影 别人说他做得很好 但是 他是需要那个角色 那个剧本 是适合他 他才做得好 OK 就是没有人会找他 做什么苦情戏 失业 老婆又走了 哭哭哭哭 即是电影要配合个人 是的 你没有理由 何岁片家有喜事 会找他拍的 是不是 你可能会找盧海鵬拍 是不是 找关海珊拍 也不会找曾光 是不是 除了说 那些苦情戏 婆婆妈妈 那些喜剧搞笑 他都很少找他 很少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看到他听角形的性格 好 第二个我看到他一个访问 他对生死的看法 他说得很阔达 很豪气 死何足掛此 只是我不喜欢 如果死之前 要病得很辛苦 照顾我家人 即是折磨 那种折磨 我自己有辛苦 我家人辛苦 我不喜欢 所以他很复杂 是很理性去答这些问题 比如在一个金钱处理 你刚才也问 我留意到他说 我不喜欢花钱入医院 还有他说 上网看 学主 是最便宜 最便宜的活动 为什么不? 你可以看到他 他似乎 他很计算 有些人说 如果是 应制即使 可以这么说 走向很负面 好像很沽寒 但是这些人才能够存钱 即是他觉得 要不要这样花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或者行山就可以了 要不要付钱去健身 或者是 所以呢 哇!这次是我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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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法 你知道自己是听我的形容 所以就很难 是吧 所以你看到 那个VAK 我觉得是很powerful 真的很容易帮你看到 OK 所以说 你一早已经说 我不觉得他是感觉型 好了 你撇开了感觉型 就剩下听觉视觉 喂! 会不会他是视觉型呢? 但是又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不同的场合 我听他说过 他说我不喜欢追求100分的 90分就够了 我不需要A 要A 我B B 也可以 我也不喜欢考第一的 就是你看看 他的感觉呢 就是刚刚跟视觉型相反 因为视觉型 是 我已经很清楚说了 在我本书 他是100分都不够 1805分最好 110分 但是他说 Be OK 不要紧 我不要求第一的 就是你在这里看到 还有呢 比较不足 比较有余 已经可以了 他的运动 是样样精的 是 很多球类 我刚刚看到他跟他的现任太太 招搅 一起唱歌 他唱歌跳舞也可以 如果他唱歌跳舞运动都这么好 视觉型刚刚相反 视觉型只是精一样东西 但是很精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视觉型呢 他在运动是一样的 跳舞更加差 你不要叫他跳舞 运动他又不是很嚮往 也不是很嬌青 当然 我这样说 不可以说一百分之一百 十个都是这样 有一个可能是视觉型 两个视觉型 都可能在某个运动很厉害 都不太好 都喜欢 但是大部分来说 视觉型是刚刚相反的 他在运动 唱歌跳舞 那些是不太行的 所以我已经撇除了视觉型 所以 我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听觉型人 看看他的婚姻 他有三段的婚姻 他很有趣说 第一段是绝了十年 第二段也是十年 第三段是长一点 其实十年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推断 我猜 第一个太太 第二个太太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她的型格是一样的 但是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比较自我中心 我是这样的 你要遵守 其实年轻的时候 无论是在爱情 在对人那方面 我们不是很珍惜 不是很懂得怎么做 不是很懂得付出 为什么可能呢 在第一段第二段 或者大家都 经过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人 大家不是很高兴 他就好像大俠 心情很豁达 分了 分了 他很理性 但是他第一二任太太 都各自帮她生了一个子女 是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 可能 分了 但是他不会很生气 他不会很情绪影响 因为他很理性的态度 去接受这件事 好了 到第三 他应该是六十多岁才结婚 六十多岁的人 大家都会知道 滑透了 在世界已经有很多年路了 什么都体化了 对吧 个人自然都会谦卑一点 可能就会就对方 我知道 好像说 焦角和他都不是很同形格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又可以相处到这么久呢 就是 或者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容易放下自己 就是 就是 没有那么 喂 我是这样的 你要相信我 焦角在那个时候 也不是第一段婚姻 是的 她的丈夫好像过了身 她就不是离婚 她是寡父 手寡的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第三段 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呢 就是 因为个人 到了这个年纪 可能 不会那么坚持 不会那么执着 肯放下 肯去爱 肯去服侍对方 大家 这样就很容易维细了 是吧 其实主要的结论 曾江先生是 演艺圈里面 是 比较少有的听国营人 是 第二个呢 就是 比较少有那么高学的 那么聪明的 娱乐圈 是的 这两点是很特别的 看到的 嗯 好了 我想 差不多了 是的 差不多了 哈哈 其实 可能不满 哦 都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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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博士 你也分析了 曾江大 大概是 我又说了一些背景 然后你又说了他 他是 什么一个性格的人 这样 这样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尤其是刚刚撞正 你又曾经真的跟他聊天 就是 同 在片场 在洛杉矶 荷里活的 荷里活的 荷里活电影里面 同场 就是 大家一起演出过 那样 那么 有一件事 看到他个人 就是第一样你说的 就是知道 喂 你做一个 你当时是做一个日本平民而已 但是日本平民不止你一个 可能 你也知道那种戏 千冠万马 又是士兵 又是平民 又是梁家富女 可能很多人去找他聊天 但是他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价值 他完全不懂你的 他可能只知道你是懂得广东话 可能在荷里活的片场 个个亚洲人面孔 未必个个懂得广东话 可能说韩文 可能说国语 但是他真的知道 哦 自己大家是乡理 香港乡理 这样 这样 说两句 也都显示到 其实他个人本身 没有价值 也都不是说一个很emotional 不是说很 那种 情绪变化很大 都是心平气和 跟你说一句 一句一句两句两句 甚至你 你说到一些比较 一些比较 一些比较严肃的题材 会不会 通常很少 老实说 如果我在片场 看到一个明星 是不是 或者我同场 在那里 我以前也有 因为以前 很久之前 我都入无线 那个 华南震灾 那里 做一些背景唱歌 和唱的人 看到很多明星 我去到 我不会走去 我去到 例如我看到刘德华 我说 华仔 你最近忙不忙 这段时间 小心身体 喂 可不可以跟你拍张照 想帮我签个名字 通常都是类似这样的 是不是 我不会走去问 华仔 你下一部电影 会不会拍《南京大屠杀》 不会这样 是不是 这些是比较另类的问题 可能 我不会这样做 是不是 你够胆问他这种问题 而他又够胆回答你 就是这样 其实整件事都挺特别 是吧 说了一点点 起码他肯回答你 他这种是他的个人看法和分享 是不是 是吧 因为我们大家是在拍《魏记回忆录》 是 是 又想起 说一说 说一说 他跟你聊天 他也挺绪和的 没什么价值 我是一个小人 就是 大家聊聊天 是 但是你同场也看到几个女主角 这个题外话 就是张子怡、龚利和杨子琴都在 好像是 是吧 是 但是那些可能他就有些 有些自己的助手 帮他打点 那些 是啊 你因为一拍 如果镜头 那他们就去某个地方 休息 休息 是的 而且很重要 而且他也是女演员 就是 你没有可能冲上去 是吧 女演员 女演员有比较多 很尴尬 也不会说要小心做 做 不会做很随便 是的 是的 好了 多谢了陈博士 远在英国的陈博士 岳阳来和我们分享 接近二十年前 拍《艺记回忆录》和曾光先生的事 以及分析他的人格 那样 多谢了陈博士 有机会再和你做节目 再和你谈谈其他事情 关于心理学的 或者是立策 陈博士先前也有说过 梅艳芳、张国荣那些 大家可以搜寻《心灵辉汤》这个节目 这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看 可以去 这本是《三型人》 《三型人》 香港的书局也有购买 某些书局 不过现在香港的书局也收拾了很多 疫症期间 上网买 没什么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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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卖了 这样 OK 好了 遲些再和大家谈 多谢大家收听、收听 《心理讲电影》 浪费全面看 拜拜